伙伴们大事不好了 有人竟然发现了诡异的稻草人 他就躲藏在村子后面的玉米地里 据说凡事进去的人都会莫名其妙地失踪 我的天哪 这真是太可怕了 为了探查事情的真相 我便带上了我的小伙伴们 第一时间就赶到了稻草人出现的附近 看个会不会找到稻草人的踪迹 首先大致查看了一下周围的环境 可以看到这里全是密密麻麻的玉米树 个子长得比我人都还要高 这根本无法查看在玉米地里面的情况 然而我才刚走进玉米地里 却突然传来一阵怪异的声音 不知道会不会就是那个稻草人所搞的鬼 我的天哪 吓得我赶紧就跑了出去 为了安全和更好的观察搜索 我赶紧叫我的伙伴放飞出无人侦察机 接下来我们还是回到了车子里 如果要是真遇到了危险 这样也能够更好及时地逃离 通过无人机可以看到 这里全是一片广阔的玉米地 而且在方圆百里也没有一户人家 也不清楚这个稻草人究竟会躲藏在哪里 可以看到在玉米地的中间 却有些玉米已经发黄哭死 这看起来似乎有些诡异 然而正在这时 突然发现在玉米地的不远处 好像有一个怪异的身影 我们赶紧控制无人机靠近 原来它也只是个普通的稻草人 也许只是村民用来吓唬飞鸟走兽的 不过它看起来确实是有点阴森恐怖 于是我便控制无人机在原地转动了一圈 然而没想到的是 我一转回镜头 却发现这个稻草人的姿势 跟刚刚所看到的不一样 我的天哪 我不确定是不是我们都产生了错觉 于是我们又打算再次试探它几次 结果没想到的是 它都改变了之前我们所看到的姿势 这真是太诡异了 接着我试图控制无人机靠近它 然而正在这时 眼前的这个稻草人竟然离奇地复活了 而邓让人心惊的是 它还举起它的叉子来攻击无人机 还好我及时控制住了无人机与它的距离 只见它没能打着无人机 它变成了一副非常愤怒的样子 接下来 被复活的稻草人便在玉米地里到处乱窜 还时不时地回头望了望我们的无人机 而我们也控制无人机一路跟着它 然而稻草人却突然停了下来 还摆出了一个稻草人标准的姿势 并禁止站立面向着无人机 于是我壮大胆子试图靠近它 没想到它又突然复活了 并举起叉子就来攻击无人机 我也是迅速控制了无人机的高度 奈何它根本就打不到 这也使得稻草人更加的愤怒起来 甚至直接将它的叉子给扔了过来 而它越是这样 我们就越想要好好地戏耍它一番 然而正当我控制无人机转弯过去 没想到它突然抡起叉子 对着无人机就是一阵疯狂的挥舞 接下来却意外就发生了 只见它举起叉子就静止地扔了过来 根本来不及躲闪 直接命中无人机要害 我的天哪 这真是太疯狂了